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要看个人选择吧 我但是是加了 建议开过自己的事业 然后认识很多的朋友 什么组练可以加到女朋友 我想问学长学姐哪一个系的帅哥最多 虽然我很想说外语系 但是是中影系 中影的吧 肯定是中影的 为什么 中影初战燕之夺冠 我想问学长学姐们在哪里约会最好 小树林有蛇怎么办呢 河边 因为有风可以吹 凉快 如果河边有蛇怎么办 男朋友干嘛的呀 男朋友就打蛇的呀 我想问学长学姐大学找对象难吗 应该不难吧 因为我四月都已经找到好几个 那你呢 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挺难的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男子 没有看到过特别特别好的 我觉得看个人吧 有些人说着要找对象 其实根本没有付出实际行动 所以就很难 如果你付出实际行动 就不难 我想问学长学姐们 开学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提箱子 下头了吧 我想问学长学姐们 最多挂多少课可以拿到毕业证 我没有挂过课我不知道 最多你不能挂超过20个学分吧 不然就要留级了 学跳的食堂难吃嘛 不难吃 要是食堂阿姨的手不抖 那就更好了 我想问学长学姐们 最常用的逃破理由 和考试作弊技巧是什么 生病吧 或者也有那种 直接请假回家的 这个我不能透露 感觉要被风刷 请给先生三条忠告 不要和我们抢食堂 不要和我们抢澡堂 不要和我们抢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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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我们抢超市 我们抢超市 怎么回想的